台湾半导体实力非常的坚强 现在很多各行各业啊 包括连洗法精的产线 都要导入半导体规格的产线来制作了 像是这一间光是水浇过八关 目的就是要减少细菌跟添加物 而加以做晶圆级的洗肤品工厂 造价居然高达1.8亿 带您此集台湾的黑客机 球瓶形状洗法精英 经过一道道自动化红灯感应旋转门 还等应上专属的身份证才能准备出货 因为它可来头不小 出自晶圆级的生产工厂 第一步从水开始 在这边连水都要过八关 像一般家里就有四道 但后面还有四道的城市 到最后才可以进到这个储水槽 而这是半导体规格 再小的细菌都过不了这关 因为这储水槽里还藏着细节 自带紫外灯24小时杀菌 就为了制造出超纯水 当然另一边原料更藏着黑客机 金黄色骨坑咖啡壳装进袋 再放到这台要价百万的超音波萃取机 去无存精 温度时间是机密 只留下天然的咖啡因精华 就为了来到这 想看到关键的混合步骤 还得上到二楼来 才看得到这个三顿大的锅炉 而盖上盖子 目前还是为了防尘 而里头正在进行的就是真空小炮 看看核心步骤 还得先全副武装 这无尘无菌式里 白色泡沫搅拌混合 只有在家特殊萃取叶时 才能一窥真面目 飘出天然芳香 穿着层层的防尘衣 只能依稀闻到 奈米级同时科技也做到零碳排 让西发镜成功打进 连锁超市 目标是抓七千万的一个换购量 也预计希望可以带动 业绩十个%的一个成长 当你每一个每一个都完成的时候 你回头看 哇 成本好高 后来才发现说 这个跟做晶片是一样的规格了 横扎1.8亿打造绿能科技工厂 MIT传统产业 导入晶片级制程 成功做出市场区隔 枪下新商机 短材权新闻 陈昌和珍 桃园采访报道 看盘中算赶快来按赞 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来咯 快点扫QR Code加入 让我们来陪着你们看盘 最及时的盘中资讯 最权威的投资分析 满满一整天盘后交战 都在东森财经二十四小时 股市直播